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给5090夜神做一个拆解 给它解决一个问题 那就是削叫 并且这张5090还是一个纯写的 是不带地的 看一眼 这个卡主它是把显存和供电的电片都更换了一次 正面还是用的1200 弹球最好 就是想折腾折腾 实际效果就是温度可能是有所降低 但出现了你无法接受的更大的缺陷 就是需要叫的声音变大了 下面我们来先听一听 这声音到底有多大 看看能不能录下来 这么大的噪音怎么 这个卡的小叫声目前确实是大了点 它这个滋滋的响 还在拐弯的 就是滋滋 这个录音可能听不太出来 那么更换导致电片之后出现这种问题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 就是它用的那个电片的厚度 或者硬度 或者说它安装的时候 把那个电片不小心拉薄了 等等因素 就是导致它这个电感或者说电路板压不紧了 那么这个电感和电路板 它的这个振动的频率可能就发生变化了 那么人听起来 这个小叫声会变得更加明显了 本身小叫就是那个电感在振动嘛 所以我经常觉得这个东西 它跟那个吉他的那个泛音一样 就是你不同的振动 会让它这个琴弦产生不同的声音 同样的频 下面我给大家谈一段 感受一下 大家可能理解的更透彻 好 我们再回到这里 就是针对这种跑天天圈都弄600瓦的显卡 它肯定是需要非常多的电感 就是这个个数 它这电流也会非常的大 那这个需要叫应该是很难避免的 就是轻动的问题 你想要彻底解决这个烦恼 我觉得可能放个背景音乐 或者说让机箱离远点会更有效果 好吧好吧 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拆开 看看里边到底什么情况 哎呀 这显卡怎么这么松啊 你这么松垮 你做的你肯定 它这个电感完全压不住啊 哇 时间就解体了 哇塞 这个做的功夫 这个轻易散的粉色啊 嗯 它这两排电感上是没有散热器压着的 这个电感是裸奔的 这怎么解决啊 嘿嘿嘿嘿 这两排导致电是压MOS管的 或者是还有一种可能 通过压它的一个电路板的背面 我们来看看啊 压这个电路板的背面也许也能起到作用啊 就是它这个背面的电片 它好像把背面的也换了 这个螺丝拧的力度也不对 这太小了 完全没有任何的力度感觉 拧的力度不对啊 太松了太松了 哇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解决啊 因为 它的电感这一排 这一排 这一排电感 不论是正面还是反面 还是这个反面 正好这个 瞄准的这个位置 你看 它这一排是瞄准这儿的 都没有电片 都没有任何的电片 这一面都没有散热器覆盖的 因为有很多显卡啊 它的这个正面的电感也是有一个导致电片压着的 比如说什么超龙了 火神了之类的 之前的版本啊 我们拆过很多 它都是电感上有一个大边电片压着 其实这东西不需要反热 它为什么压着 有可能就是因为了抑制它的这个震动 或者说改变它震动的频率啊 但是ROG这么多年好像 很多显卡 它的这个电感都不压 之前3080的那个我拆过 好像是有一边压了 有一边不压 是怎么着呢 它这个震动的抑制可能就稍差点啊 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它这个电感震动的问题啊 可能只能通过这个电路板来改变这个电感的震动频率 它只能是这么尝试一下了啊 好我们直接就来到了简单更换导致电片之后的这个环节啊 因为要测试它这个电片的厚度贴合 所以我们是简单先贴了一次电片啊 目前它这个消焦应该是基本正常了 当然还是有啊 肯定有 我们其实是通过在某些部位给它更换了更厚一点点的电片 那么在3D马克第二幕啊 就是之前消焦最厉害的那个环节 现在呢也还有 但是风扇转速一旦起来之后啊 这个噪音就被基本上压制住了 就不太容易能听到了啊 很轻了 我们也咨询了这个卡主啊 就是这个卡它没拆之前本身就是有消焦的 我就说嘛 这么大的功率 这个电感又都是裸奔的 它要之前不叫 我觉得才不正常啊 只不过可能是很轻 它更换了一次那个前面 就是核心那边的电片 这个消焦依然是很轻 后来呢 它又换了一次背面的一个电片 这个声音就是消焦声才变得明显的更大了 然后我们这里这个电片呢 也是我们临时测试厚度的电片啊 下面我们给它再次拆开 我们看看里边的电片各种的压痕 和它具体的这个厚度数据 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 这个显卡就彻底拆开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上的这个电片的具体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片 这个数据我们是在原厂的基础上在部分位置做了调整的 比如这一排电感和这排电感 还有它背面的这些电片做了调整的 那么这个显卡的导热电片厚度数据啊 原厂它正面用的都是1.5毫米厚的显存 包括这几个MOS管 我之前是不是说错了 这个电感都是裸奔的啊 就是任何的电感都是裸奔的 覆盖的这六个位置也都是MOS管 背面用的都是2毫米厚的 只有这个插电供电这块用的是2.5毫米厚的 原厂的数据很简单 但是我们因为没有看到完全的原厂状态的电片的拆解 只是看到了它自己贴的那个导热电片拆开之后的那个状态 我们根据那个状态来推算 我认为这样也许贴合是更好的 我们看这个压环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我感觉属于是正常范围啊 没有特别明显的说把这个电片挤牙的都过分了 或者说电路板有什么弯曲了 没有啊都很整很好 尤其是背面这儿 我们把原厂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包括中间这个位置都从2毫米换成了2.5 这是US300啊 这个电片也是很软的 有一定的弹性 我看这个压痕的话 我感觉是正常的啊 它这个小电阻嵌进去的都是正常的啊 这样的贴合呢 应该是比原厂那个2毫米的贴合的要更好一点啊 因为它这个背板很壮啊 很强壮很厚 所以用2.5的也没有问题啊 因为本身它之前贴的那个2毫米都感觉贴合的就非常非常的弱啊 好下面我们给它装上正式的导热电片 给它组装起来 我们给它准备了这些导热电片啊 好 清理完了啊 我们来沾仰一下这个5090不带地的这个大核心啊 这是一个普通的1156X的CPU啊 来看这尺寸 我可 叮叮三四个 太夸张了 这大核心 我可 可以吃饭了吗 你可不可以吃饭了吗 我可不可以吃饭了吗 给大家介绍我们贴这个厚度 核心这一面的显存 原来它贴的1.5毫米厚的 我们看压痕非常的浅 所以我们这次显存给它用的是1.75毫米厚的 因为这个电片很软 这么大力的弹簧没问题 然后这些帽子管 这些零碎的帽子管 我们用的都是2毫米厚的AX600 比较有弹性的电片 也是很软的 这样的话应该是能够把电路板压的更好一点 比这个US300 这个AX600比这个US300 是稀微硬那么一点点 但是它很有弹性 不是跟弹簧似的 这个顶的这个力应该会更好一点 对于缓解这个小旧可能会有所帮助 这个背面是全用的2.5毫米厚的电片 可以看到这个不管是这个背板也好 还是这个电路板也好都笔直 就是它原先那个2毫米的压痕是比较浅的 但是原厂那个电片我们也看见了它背面是有原厂电片的 但是厚度也不是贴合那么好 它这个流的间隙应该是比较大的 这哪哪看都很正常 它不像有的卡 你原厂是2毫米给它贴2.5 它就背板就鼓起来了 是吧 这完全没有 有没有可能原来就是2.5毫米 你拆的时候压薄了 你感觉它是2 好 给这个5090的大核心 我们用上这个7950吧 它原先用的那个可能是什么暴力熊的那个粉色的那个硅脂 我们也没有 我觉得耐用为主吧 它可能性能好那么一丢丢 但是这卡我觉得卡住回去之后应该没有问题的话 不会再想拆第二次了 它不是温度问题 这动不动消叫的厉害 产生阴影的心理 我们同事说 华硕官网上写了它这个核心已经开始用相片化材料了 但是 这我没去确认啊 完美 好 这我们就给它开始合拢 好 我们上机测试一下 我们上机测试一下 好 我们上机测试一下 好 这个显卡烤了有28分钟了 现在的核心温度是66.5度 这个50系还挺精确 Function转速是66% 1939转 功率依然是600W 因为它这个核心特别的大 比台式机CPU可能都不小 所以上了相片片之后 可以看到它这个温度明显的有一个 慢慢下降的过程 烤了半个小时才达到了现在这个温度 照比之前它用的那个粉色的硅脂 确实是高了那么个0.7度 相片片可能也确实不如那种低热组的硅脂 来的效果好 但是这个差距我觉得微乎其微吧 你日常使用根本是感受不到的 好 我们再看看3D马克这个噪音怎么样 好 注意听它这个噪音 来了 刚才我们拿那个话筒录了一段 这个电感的消焦依然还是有 这真的是可能治不了 我觉得可能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这显卡功率实在是太夸张了 600W的功率 那这个600W功率 它的电感一定是电流很大 它的振动就是不太好压制 第二个我觉得可能 跟它这个电感全裸奔 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说你能从正面把这个电感用电片 而是散热器上有个凸毯 然后把它紧紧的压住 应该会对它的消焦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的 但是这个显卡没有办法去改造 这个电感离下面这个散热器太远了 你这个压电片也产生不了压力的 另外一个呢 就针对于这张显卡来说 如果说有效效 那我觉得大家可能就用着吧 这个把风扇转速拉一拉 可能也就听不太见了 折腾来折腾去 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我感觉 当然因为它之前是因为电片贴虚了 所以噪音特别明显 针对这种大规模的显卡 如果多少年之后 你能够从线余上买到这张显卡 给它换电片的时候 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这个数据 是在加厚的状态下 可能会有所帮助 但是好像差距也不是很大 好 这期视频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目前开通了速卖通店铺 有时间的话呢 欢迎大家来逛一逛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